惊艳还是惊吓? 惊艳还是惊吓? 2010期《八杀慈善业》杨幂未修徒流出 9日,2010期明星《八杀慈善业》在北京如期举行,各路明星纷纷到场 范冰冰、杨幂、李晨、邓超、黄晓明、景百然、宋茜等500位名人明星参加 最近饱受争议的霍建华,连心如夫妇也来了,都是当红大腕大咖,星光闪耀 当然,这是一个慈善晚叶,信者被爱,爱是唯一,助力慈善,为爱远航,当晚共筹善款突破4亿元 这些钱将用到帮助弱势群体改变生活 创办人苏芒说道,慈善,是我们一辈子可以一起做的最美好的事 然而,在这种群星会脆的场合中,又怎么能少了女明星们的争其斗艳呢? 群星各个都经过精心打扮,准备在慈善业一决高下,比一比谁才是真的女神 慈善业过后,网上流出了杨幂一组未经过修图的照片 发布照片的人的意图很明显,就是让大家看看女明星在没有修图的情况下,对比有多么明显 可是,仔细看杨幣的这组照片,并没有大家说的明星未修图有多么的不堪 虽然光线有点黑,皮肤看起来有点暗淡,肤质却非常好,脸的轮廓也是标准的美女脸型,整个人看起来状态非常不错,依然很美 说实话,这组照片有些被惊艳到 实际上,杨幂的容貌也是经受过考验的,在参加真正男子汉时,部队上不允许化妆,要求女星们去卸妆 当时看到女明星们一个个为难的样子,吃瓜群众都想等着看好戏,看女明星们出丑的样子 结果出来后,让观众大失所望,女明星们的素颜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丑 比起普通路人,还是非常好看的,尤其是杨幂和佟丽娅,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 秘密的颜值在未修图和素颜的情况下都能经受住考验,看来容貌也是无可挑剔的了 其实,有些时候女明星的素颜兆被无限夸大了,女明星们能够在美女众多的演艺圈脱颖而出,容貌自然是非常出众,颜值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月风1987,9小时前 杨幂还可以啊,范冰冰也很漂亮,那个林大妈就算了吧 来大陆捞完钱就回台湾省消费去吧,不要再出来隔英人